為何建築無緣無故弄成這樣 今早還好地地 我們還約了一起吃飯 他今天是最後一天 他不知道這個我打什麼事都沒有 李阿豹 是 和這個保錡拿份口罷 是, Sir 那張貝槍不見了 還有, 他的肩膀的肩膀不見了 真是古怪, 如果兇徒是為千殺人 為何我走蜜蜜蜜 會不會他糾纏的時候就脫掉了? 我們找過, 三次沒有發現 搶槍殺警, 肯定要挑戰警方 無論如何, 我們盡快抓到兇手 是, Sir John Sir, 剛才聽過伙計說 兇徒應該是有願望的 他首先報假案 引了那四隻上來這裡 然後殺了他, 搶了他的槍 徒歐一早踩了線 知道這個村舊賊, 十膝九胸 他也很懂得選擇地方做醫院 兇手很古怪, 很有機會來職務殺手 不僅古怪, 還很古怪 初步驗屍發現, 死者身中三槍 首先中了兩槍 是近距離對著後腦開的 其實已經致命 但為何兇徒還要補多槍在小桌上 這一點就很古怪 以下一宗突發新聞 上五九時當尚明川發生一宗 殺警奪槍案 警員何健威在執勤期間遇襲 身上配槍被搶, 身中三槍 送一後證實死亡 現場並流血池 行兇者暫時下落未明 對於有警員執勤期間遇襲 警方高度重視 已經成立專案小組全力調查 根據調查所得 何健威之所以去到案發現場 是因為有人報假案, 說那裡有人藏鑑 我們還追查到報案的電話卡 是在附近一間便利店買到的 這張照片 就是那間便利店閉路電視所拍到 我們懷疑照片裡的 不過, 很可能就是兇手 這不是仇大虎嗎? 沒錯 我們相信何健威的死 跟仇大虎有莫大關係 而組敗許民司的沙展 是被仇大虎襲擊的 我跟Stoon Sir不放心 再去現場找個 結果讓我們找到這件事 射擊會據故障? 我們大部分的伙計 都是這個會的會員, 你的意思… 我們一直在想 老闆, 神秘槍手到底是甚麼人? 這個會章就是答案 槍手極有可能就是何健威 何健威? 當日仇大虎上殺許民司 豈料在花園被何健威開槍打傷腿 所以仇大虎就找何健威報仇 仇大虎也趁何健威下別 報告局來殺他 還搶了他的警槍 如果你們推斷沒錯, 就可以解釋到 為何何健威的腳會多重一槍 空手目的事份 你們這樣說也挺合情理 但是為何要懷疑何健威? 射擊會, 這麼多會員 個個都是伙計 當然有原因 當年我的案件 其實馮律師的死 跟一筆毒款被侵吞有關 而當時負責毒款案的警員就是何健威 而仇大虎也因為這筆錢 而殺死馮律師夫婦 所以我認為他們之間 某程度上一定有關連 毒款? 為什麼我沒聽過? 張Sir, Stone說的事是真的嗎? 其實我有想過 將這件事向柳Sir的回報 但是那時候沒有確實證據 也關乎一個伙計的聲譽 我打算查清楚一點, 才向你回報 你這麼說, 都是不負情理的 不過, 如果他一早跟我說 我見他可能會死 對不起, Sir 既然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我們還要想辦法去補救 現在這件事 就交給Johnson和Billy你兩組負責 你看環頭盡量去配合 務求要盡快抓到仇大虎 明白嗎? 是, Sir 我真是想不到原來劍威Sir 是和仇大虎有關係 王爹當時這麼看待他, 這麼信任他 如果讓他知道, 一定會很驚訝 郭Sir這個人這麼正正 怎麼只會驚訝 簡直是先偷偷他的錢 雖然說何劍威和不毒款有關 但為何這麼確定是仇大虎殺死他 快閃 是 我和你案件重演 你當何劍威 他也是 又是我? 何劍威當時在那兒走哪兒 好… 走走走…仇大虎在後面 把他推進屋裡, 兩個人掙扎 在掙扎期間, 何劍威拔了一支槍 把他推進屋裡, 把他推進屋裡 仇大虎就拿著他的槍 向著他的後腦, 啪 何劍威死了 但是仇大虎再對著他的左腳 開第三槍, 啪 根據現場法醫所說 死者後腦中改槍已經是致命 但是為什麼還要多開槍? 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日在花園裡 何劍威開槍打傷仇大虎的左腳 所以當時就算何劍威死了 仇大虎也要射回他的腳來報仇 所以我肯定兇手一定是仇大虎 不, 那他又殺了他 對了, 又打傷了他的腳 為什麼他還要把他左手邊的臀部 扯了出來呢? 我知道 他想轉移視線, 擾亂視聽 那你怎麼解釋他在天花板寫的那句子 不是, 如果真是仇殺 他為什麼要寫欠債還錢呢? 會不會簡單, 他真是欠人錢 追溯到追溯 100%錯 因為如果兇手是為了要 劍威Sir還債的話 人都死了, 找誰還債呢? 除非一件事, 就是那幾個字 是想給另一個人看的 目的就是要警告那個人 就是說, 這件案件中牽涉另一個人 那有沒有可能是警隊裡的人呢? 我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怎麼搞的 大家別猜來猜去 沒有證沒有人就浪費時間 現在最重要是找到仇大虎出來 明白嗎? 是, Sir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